然后这个我们的空军部才宣布 跨子夜的飞行训练 我们上个礼拜节目当中也有讨论 那你看到今天解放军的东部战区 就PO出了一系列的夜战训练画面 当然不会写说是对台 但是两个对接你就会发现 有没有就是我们丢球 对方立刻牢牢的接住 稍后我请教技大使 在这个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到 东部战区是图文并茂 所有的这个画面都把它PO出来 还有大家更关注的是 第一级的定位定义上的一个改变 这个睡不太着觉的邱国正 3月7号不是告诉大家吗 第一级的定义改变了吗 只要是共军的航空器 或是海航的实体 越界的话第一级 我们就有权利进行反制 当然这个话是讲了一个大原则 留下了很多的悬念 越界越什么界 到底是什么界呢 那这个第一级我们要反制 我们怎么个反制呢 打下来吗 把它抓回来拖回来吗 然后什么样的越界 你会做什么样的反制 有一套剧本吗 然后更重要的是 第一级然后呢 那你第二级怎么办 所以今天有很多评论家都说 第一级没有很重要 随便打就有了 那第二级比较重要 你打完第一级之后 你第二级第三级是什么呢 还是说第一级就是最后一级 就没了 所以第一级之后 留下了很多很可怕的一些想象 那这个第一级定义 裴洛西访台之后没多久 不是调整吗 说金门无人机没有打 大家说碍于没有依据 所以邱国正很有告词 我扛下责任 一般也认为他也快要下台了 对不对 所以下台之前责任先扛起来 明确修订权责并行 还有呢 到底紧不紧张 我们的国安局长 非常重要的key man 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 他说第一个承认 中共的战备警循有常态化 这个大陆说要常态化 这是我方认证 我方高层认证常态化了 那我光看到这第一句 我都想说所以嘞 对不对 又眼睁睁地看着常态化 对吗 这个常态化的频率 好像我们有抓到 蔡明燕告诉大家 就是大概7到10天或一次 那每一次呢 大概十架共击 三到四艘共建 这个频率好像我们发现是这样 那大陆现在这个人大闭幕 他说没有情资显示 台海紧张的情势升高 所以这些他都认为不存在 对不对 什么六海里呀 什么什么二四海里呀 什么五六十艘渔船 他都觉得没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当然就算是有什么 他也不会讲 大家懂的 然后呢 你就看到紧张 他睡不着觉 睡不好觉 然后每周六日上午 没有行程 都在恒山指挥所 然后据说这是 绿营媒体独家纰漏 总统府高层高度关注 说邱国正是个自走炮 什么意思 没有要你讲这些啊 要你讲的是像蔡明燕这种 对不对 没关系啊 不重要啊 什么都没发生 你邱国正讲这个干嘛 所以这个是绿媒哦 绿媒登的可信度很高吧 总统府高层 高度关注 邱国正你是个自走炮 你赶快下台吧 谁要你讲那么多 对不对 然后赖世宝很懂嘛 就说越界就反制 你越界是越什么界呢 真的越界你要把它打下来吗 你看到 改口咯 国防部副部长 邱国正的副手说 12海里就是进入了这个临海空 这个就是越界 进到12海里 大家都会行使自卫权 那赖世宝说 那假设供机进到12海里 是不是就打下来 这个副部长说 No 不是 不能画红线 全世界都一样 都会对进入 领空领海做处置 不能画等号 这是一个原则 这是一个原则 沈富雄也说嘛 如果对方来了 按照邱国正的讲法就打 一样啊 一打 就下来 后果怎么收拾 事情大条了 就是第一集之后 然后呢 第一集 那第二集是什么呢 这个前空军的作战司令 李规发也说非常危险 然后美国CN 这最新的 美国CN好像在晚上8点 有一个这个特别报导 定义 过去不是经济学人最早讲吗 台湾是 台海是地表最危险的地方 还不够 告诉你 更危险 比那时候经济学人登的更危险 所以这个讯息含量实在是很大 我先问一下介大使 第一集 然后呢 第一集的话就 就是两岸开火了嘛 而且我想大陆飞机会飞进我们领空也已经差不多都已经临战了 已经接近开火了 因为他飞进来他也知道他就是要准备被打 那所以所以事实上我看那个柏鸿灰他倒是比较有所保留 因为照这个他的照这个这个李规发他是原来的这个空军的作战司令嘛退休的他是这个学术素养啊这个作战啊这些国防方面的素养非常深的一位一位学者型的一位一位将军啊他是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做法 有的时候你飞进领空你就打那如果说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呢或者是单机或者怎么样情况你怎么样做处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不过我觉得只要是共机的军机因为他已经讲到了是共军的航空器嘛共军的海航的实体啊那做的话那就已经两岸已经差不多是要要全面开打你这边一开火的话那边也就也就全面开打 那边动火也也就全面就就开火啦那就进行战争嘛当然啦这个错证掌握到的讯息一定比我们多很多嘛所以你看到他睡不着哦 他一直到恒山指挥所哦然后总统府说他是个自走炮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我倒不觉得他会是自走炮我觉得我们觉得我们的革命军人是真的是受严格训练出来的我觉得他尤其这个不要说行为分寸讲话也是非常有分寸的我觉得他讲这些话的话我也觉得就是说讲了然后总统府又出来否认啊我觉得可能这个情形比较多 你要说你的国防部长是自走炮那你不是把你的所有的政府那你是什么烂政府啊你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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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么重要的职位居然有自走炮那你不就告诉别人这个政府很烂吗所以蔡明燕讲的跟车卧正讲的你相信谁 我觉得两个人自唱两个人都是讲好的都是讲好的那这个不过就是说蔡明燕基本上他是比较怎么讲呢他是比较不敢怎么讲不敢让整个台湾的社会啊人心惶惶民进党一直都他非常清楚如果台湾社会人心惶惶的话他就要负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蔡明燕讲话是很好笑我看他讲话啊做了那么久的这个重要职位啊 讲话还像个学者一样就完全没有进入状况你知道吧他不晓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有的时候你就说你是状况外或者就是一个大外行就是就是好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但是你看什么事都你都不在乎但是如果24海里突破了啊这个6海里突破了甚至什么5.5海里我们不应该人心惶惶吗现在是人心惶惶你看街上人你问他他就说你怎么海巡署睡觉了对秋国正自己的心都惶惶吧对啊像秋国正会紧张 他因为他懂得事态的严重嘛所以一张就没紧张他也他也知道战场上子弹不打眼睛啊一下就血流成河啊一排人上去就没了啊对不对一个炸弹下来可能一栋房打到一栋攻击几百人就没命啊可是像蔡明燕这种人他搞不清楚啊所以他我现在觉得就是说他所谓的紧张他还以为台海紧张标准是他可以随便定的啊所以一定要客观的标准一定要攻击飞到我们头上或者说炸弹掉在台湾土地上 才要开始紧张吗所以他的标准是随时在浮动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外行嘛所以做国安局长只能当个摆设吧所以好可怕我说有些官员的讲话大家要挑着听对不对那民进党官员我们看到这个从海巡啊到我们的这个国安局长这个讲话呢大家都常打个问号这对台湾来讲才是真正害怕的事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Bootsea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餸检测费 员 挺 愿着